如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会解咏,不会结果 旅行前,以为知识,单纯就是为了追求卓越 走过万里路之后,才会了解,知识是为了品尝生活 当你整天,沉浸在千年古迹中 是不是因为欠缺历史文化概念而少了一股共鸣 知道眼前有艺术,却不知道如何品尝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但是在行万里路之前,读万卷书 更能触动你对旅程的感受 其实,不用过度拘泥于大飞机出国这件事 如果能在自己家乡找到快乐 何必总是奢望踏上别人的土地 国外虽然有很多美景 但是,自己最熟悉的风景,也很美 工作好几年了,一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想借着旅行来探索未来 很多人太过期待,旅行会改变他们 以为人生方向,会从天而降,掉到自己面前 但回国之后,反而更加迷惘 不知道要做什么 如果你只是为了逃避问题 即使出去旅行,也会夹着尾巴回来 因为旅途中,仍然会遇见困难 你连眼前的困难都不敢正视了 又有什么能力,能独自旅行呢? 现在可以退掉生活困难 难道,你要退掉人生吗? 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着你走这一趟旅程 旅行不过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你自己的未来,自己决定 不能完全寄托给旅行 有时候,人生不能急着找答案 问题久了,答案可能就会在某个地方出现 旅行带来的改变是勇气 这股勇气,如同一撮星星之火 燃烧心中的恐惧森林 旧的害怕被烧光 新的害怕不断发芽 但新的芽,是健康的 是营养的 是能吞下肚的 勇气不是不恐惧 勇气是,虽然害怕 仍然试着,做出正确的决定 旅行征服的,并不是世界 而是自己,心中那股害怕感 很多人以为,独自旅行 令人害怕的是,独自接触陌生的环境 实际上,最令人害怕的是 碰触最陌生的自己 当你出去久了 碰见自己最害怕的事 就会像水中的杂质 自行沉淀 你会渐渐清楚它的样貌 开始认识它 也就开始懂得 用另一种语言 和它沟通 扫一处 最适合和自己对话的地方 重点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重新审视自己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的抽丝剥茧过程 你盘点所有的过去 思考什么事 该松手 什么事该紧握 松开双手不是丢下 而是要试着放下 紧握双手不是固执 而是要找回坚持 在旅途的过程中 获得一个陌生的微笑 或是在跌倒时 被陌生人拉了一把 这小小的感动 可能会让你 重新相信人性 愿意敞开双倍 开始接受世界 这个时候 也就能接纳过去 曾经犯错的自己 旅行 不只是认识新朋友 而是认识新的自己 不是每个旅行者 都过得轻松自在 有些人上路之后 才会遇到不断来袭的压力 给未来的旅行者 作者蓝白托认为 有13个问题 应该在上路之后 问问自己 有没有找到答案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寻找的过程 我照顾好自己了吗 太关心他人 而忽略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就把自己遗忘 我的欲望是不是太多了 哪些是需要 想要 重要 一定要的 每天能不能抽出时间陪自己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留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和自己独处 我吃的健康吗 不要一昧追求旅行书上 介绍的美食餐厅 试着放弃 让人烦躁 建立分散的精致食物 我最在乎的是什么 历清生活失误的轻重缓急 进而追求自己最在乎的东西 人际关系让我感到快乐吗 结交能让你减压的朋友 过去的我 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 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 从旅行中学习解脱出来 我是不是玩得太过火了 疯狂玩乐 是无法达到减压效果 反而容易在事后筋疲力尽 带来更多压力 我钱花得太多了吗 过度消费会导致压力和焦虑 每天省一点 省一点应急前 紧急的时候才不会乱了阵脚 我是不是总是在担心未来 适时地提醒自己 当下的这一刻 更值得你去关注 我是不是徘徊过去 身体已经在外面了 沉浸在遗憾 或是错过的事 怎么有办法去关注眼前 有什么事让我一直放不下 让你担心害怕 反复纠结 但是怎么也想不出所以然来 那就不要再想了 回去后能做点什么 终究要回到熟悉的土地 到底能做哪些改变 只要和旅行前的自己不一样 那就是改变 很多人热爱旅行 想要当导游 或是进入旅游产业 可是吃饭可以当兴趣 兴趣可不可以当饭吃 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最喜欢的 并不代表最适合你 当旅行变成一种职业 就多了一份责任 了解自己 真的适合这个职业吗 如果不适合 没有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个产业 不是喜欢玩 就非得要去从事旅游业 也不是喜欢看电影 就非得要拍电影 不是喜欢音乐 就非得要当歌手 旅行是一种纯粹的图括 把旅行的定义扩大 就会发现 有很多不同身份的人 借着移动 旅行 来达成工作上的目的 像是业务员 每天拜访客户 音乐家或是音效师 四处移动 搜集声音 摄影师在各地按下相机快门 工程师研发新产品 作家文笔创作 或是利用员工旅行 为单调的生活和工作 增添层次 再带着新的热情 返回工作岗位 再去创造 更不一样的生活 都藉由移动 来突破自我 真正值得尊敬的是 对生命的旅行 和一颗对自己真诚的心 旅行结束后 才是真的开始 每一段旧旅程的结束 都是酝酿下一段新旅程的开始 不管你怎么 定义下一段旅程 请在工作和旅行中 取得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工作造就人生深度 旅行成就人生广度 这两者 缺一不可 在你以往的旅程中 有没有过 触动到你内心 记忆深刻的事呢 可以写在留言跟我分享吗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 谢谢